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开始看他的简历的时候 他写的一百一十五公斤 我真的以为他是写错的 我还想说他上台 我还想说你是不是太不严谨了 这种简历上还能写错自己的体重 结果一上来真的 我觉得我颠覆了我的观念 你什么时候开始突破两百的 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妈就觉得你这么胖 可能不太会有人喜欢你 所以他就听信了禅言 买了一款黑心减肥药 你中直线上升 你十五六岁的时候大概多少斤 十五六岁 一百九十多斤 你是不是喜欢喝碳酸饮料 对 我就是喝碳酸饮料发起来的 你内分泌紊乱吗 紊乱就是因为吃了那个药紊乱了 所以你现在呢 我的人生有点不太顺利啊 我去年就是因为婚姻失败 所以我决心改造一下自己 让自己有一个新的人生 婚姻失败是因为胖吗 不是 感情不合 性格不合 三观不合 结婚期 这么不合怎么合在一起的呢 因为我比较能凑合 那最后还是没凑合 是吧 凑合不了 发现凑合不下去了 她生意不好 我们回了家之后 就一直住在我们家 我也没有特别考虑 替她考虑过这种 就是一个男人住在丈母娘家 就是可能 她内心也是压抑的 压抑一下爆发了 所以我们两个就 产生了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三年当中 在家族生意里面 你是个什么角色 看店的 就是店面销售 对 你觉得你销售能力怎么样 还行吧 因为我在嫁给她之前 我就是自己开的女装店 也就是说 你没有真正进入过职场 对 你以前做销售的时候 有没有很强的销售能力 有 做店 我第一次做店的时候 只要顾客走进我的店 只要我 他选中了这件衣服 可以说 十有八九 我都会卖给他 这样 都会成功 这样 你把你的这件衣服 卖给一个人 你看卖给谁 你想卖给谁 刘总 好 你卖给刘总 刘总来 这衣服怎么卖啊 这衣服九十块钱 这我穿可能有点大 没有关系 现在流行嘛 人在意中化 很时尚嘛 但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我不是很喜欢 您长得白呀 这个多趁您肤色白呀 行吧 买吧 您 您 您 他送了我了 谢谢刘总 从销售的理念上讲 你要先抓住 这个客户的心理 客户需要什么 我们是先做朋友 再来做销售 不要把我们手 伸进客户的兜里 去拿这个钱 一定要客户主动 掏出来钱给你 才是合适的 他会找到痛点 你不在乎 你觉得款式不喜欢 对吧 他夸服你肤色 衬你肤色 每女生最喜欢说 这个衣服衬你的肤色 所以他立马 刚才他第一瞬间 他没有经过思考 说买它 他并不是因为 他可能是觉得 要心疼他买它 这件事情 对吗 对 然后也不是因为价钱 女性消费力 它是有不同的纬度的 所以他的这个点 我觉得是好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三千家 倒是不高 你没有地域限制 哪哪都去嘛 反正一个人 对 是吗 哪都行 好 来 第一轮选择 薛贵 还有四等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一段时间 看到的一幅画 我看到的那幅画 是一个小丑 肩上很随意地 扛着一只 其实可以赋予他 很大能量的棍子 其实他很清楚 那根棍子 能给他带来什么 他只是用那根棍子 搭载着他 装满人生经验的行囊 以此来警戒自己 不要骄傲自大 所以说这个小丑 他并不是真的愚蠢 人们对于小丑的态度 就像使人对待 胖子的态度一样 人们都觉得 你胖 你就应该低能 卑微 你就应该愚蠢无知 就应该故作丑态 来讨人欢心 你就不配追求 更不配拥有 更好的生活 有的胖子 他确实性格古怪 行为偏激 可是我们走在街上 总会有无数异样的眼光 投向你 更有甚者 他会在你背后 指指点点 嘀嘀咕咕 正是这些社会上 所谓的正常人 手中那把叫做偏见的利剑 深深地杀害了我们 我想说 请你们放下你们手中的偏见 给我们一次机会 让我们证明自己 我们真的可以的 谢谢 这是肺腑之言吗 肺腑之言 其实自己内心也感觉到胖给自己带来的压力是什么 确实有些自卑 其实你们内心是想改变的 但是没有这样的决心 如果有这样的决心 其实是剪得下来的 你注意到 它的及时反应是其实挺快的 主人扔砖头的时候 没有扭捏 没有纠结 也都是喝喝喝的 就把很多路就传达出来了 你做过对自己最狠的一件事是什么 三个月基本不吃饭 喝点水 吃点苹果 三个月吃多少苹果 一天也就一个吧 三个月只吃一苹果 瘦了多少斤 差不多三十斤 然后呢 然后又反弹了吗 对的 好 我觉得实际上你对于 所谓的大家对于胖子的这个认知有点误区 不是大家去歧视胖子 这个世界上其实有更多的 还是更多的善意的人 比如说你刚才的演讲 你明明知道胖给你带来很多困扰 你有没有去研究过瘦身的方法 这个很重要 你并没有对自己真的狠到那个地步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今天这个舞台上 你找不到工作 你没有饭吃 我觉得你一定会瘦 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 你已经活不下去了 你怎么可能连瘦都解决不了呢 就是我觉得你全程来这里 在表现了一个女孩 31岁的女人的天真 但是这种天真 你要把它带到60岁吗 70岁吗 人生的很多结果 就像马瑞讲的一样 是需要你透过你真正的 为自己去下那个狠心 当你把自己逼到那个绝路 才能真正地改变 我在你身上 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你任何想要 真正改变蜕变的感受 我这人就是 其实是挺自卑的 平时朋友聚餐 合影啊什么的 我从来都是不参加的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站在这里 我就相当于 把自己的后路都给断了 面对230斤的自己 说一句话 今天开始 我就不想再见到你了 这是真的 虽然可能不会那么快地 不再见到你 但是我希望能 一天一天地 离你越来越远 好 大家都碰个会 大家都有个不好的一面 但是要去改变 不要别人说你 你要改变你才去改变 你要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 工作没有开心与否 在你现阶段的 你要寻找的工作 是要先为你立身之本 而第二个 你的立身之本 来源于你的自己 其实我不太认同 为什么有很多的胖子 老会自己带有自卑感 觉得我自卑 然后大家看不起 老觉得我胖子怎么怎么样 但是没有一个人 真正地去付诸行动 所谓的不留退路的前进者 如果你对自己狠一点 而让自己健康的 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份工作 我就需要一个 一百三十斤以下的女孩 我明明知道这个结果 我为什么不拼尽全力的 拼尽所有的力量 让自己变成那样的状态 你是可以的 你只有立下这样的心 你才真的能瘦下去 我们会发现很多 长得特别漂亮的人 内心也自卑 自卑是来源于 自己看不起自己 不是别人看不起他 所以他要解决的是 自己不要看不起自己 自己要把自己的价值展现出来 所以今天找不得到 找不到工作已经不再重要 对 好不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其实大家对你的标签 不是你是个胖子 可能是你没有找到 你自己的发光点 闪光点 哪一块是你能闪耀别人的 你能点亮别人的 或者点亮自己人生的 今天这件事情 跟胖瘦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给你灭灯的一个原因 我相信也是在座很多企业家 内心共鸣的声音 就是31岁的一个职场人 我们应该有与之匹配的 心智上的成熟 无论是从你的情感和事业 我看到的都是你内在 心智上不太成熟的体系 我觉得下去的你 要在这方面去做做功课 也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件事和胖瘦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需要的确实是决心 这个决心你无论是放在减肥上 还是放在你把自己的事业做好 把自己的用心智慧提升出来 我觉得你才有未来 对 胡老师 我为什么这么自卑呢 就是因为我爸 我爸从小到大 把我所有的过错 都归结于我胖 所以我也想站在这里跟他说 我来这儿了 就是说明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不想再让你以后这么说我了 我确实像你说的很幼稚 所以我做了自己最不敢做的事 最不愿意做的事 把自己暴露在大众面前 我走到这儿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气 我真的不想再听到你说 你做什么不行 都是因为你胖 所以我真的下定决心了 从今天开始改变 也不再想让你和我妈 为我担心了 我有能 我确实相信我有能力 照顾好自己 规划好自己的人生 谢谢 好 行 按照你自己说的去做吧 谢谢 谢谢 还要擦一擦 有 有泪水 那我也擦一擦 有泪水 有泪水 来 来 来 再见 胡老师 说到做到 你什么时候调整好了 可以再来 好 好吧 好 好 再见 再见 家庭吧 来源 自信 自卑的来源 可能还是因为家庭 跟台上的企业家交流过后 最大的收获就是 发现自己真的 就没有那么努力 让我找到了自己的短板 对自己狠一点 对自己狠一点